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有一家叫做阿布泰国生活百货的黄店 在Facebook宣布 说今早早开始有口罩发售 于是他旗下的14家分店 在今早清晨时分 已经有大批市民轮候 有记者看过 原来每一家分店最少都有五百人 最多甚至乎去到两千人排队 估计14家分店总共有过万人排队 场面相当虚陷 简直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 当然这情况最大的问题 当然要归咎于特区政府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他在星期一接受港台节目访问 他曾提过 说今周将会有一批口罩到香港 而特区政府也一直跟口罩供应商紧密联系 今周已经过了一半 请问陈大局长何时才能够口罩供应呢 请问目前的进度是到哪里 到了码头 请问是否可否和市民交代一声 此外还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他说部分物资供应紧张是暂时性的 例如大陆生产或者因为廉价 或者物流供应的影响 而有些生产商已经提早生产了 我不知道他在说哪里的生产商可以提早生产 因为广东已经说明了 在2月9日之前 所有的企业都不上班 可能是一些广东以外的厂商 我不知道他在说哪里 他说这些物资因为大陆供应紧张而受到影响 需要直接跟供应商物流和大陆海关接触 我不知道他接触了什么回来 到现在有味 在日美就懂得踏入这个黄色经济圈 是不能持续或者不可行 现在这间在泰国搜寻货园输入口罩水货 正正就是黄店 怎会不持续不可行 很多蓝丝都排队 甚至乎有些大妈买不到口罩 真的包围别人的商铺也有 到底邱腾华局长在做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市民交代一声 到底那些口罩何时可以去到零售点 可以让市民买得到 还有你这个创科局也是有问题的 专门去设立一个政策局 请一批人回来 全部都是没有作为的 比如说在口罩供应方面 你从科技上大有空间可为 比如说设立这个实名制 你管有全香港人的身份证资料 怎会做不到呢 是你不做而已 搞个系统出来有多难 澳门就已经在做了 你不做而已 还有限购限价 这件事也是做到的 通过这个电脑系统 绝对有办法 是可以限制到每一名市民 以一个合理的价钱 买到口罩 那就不用大排长龙了 大家可以等到没人买的时候 才去买 澳门就有八元十个 怎会做不到呢 人家也做到 不要败人多 你药房一样多 人财比澳门多 怎会做不到呢 你整个创科局就在这 思维数餐 整班人 还有 你不单只要搞实名制 和限购限价 还可以设立一个系统 就是告诉市民 到底哪一家的药房 哪一家的店铺 还有口罩存量 那就不用市民 这样贫贫泊泊去买 很容易做到 澳门就做到了 有五十几间的药房 到底每一间的药房 有多少口罩剩 市民就懂得自己去买 而且就懂得选择时间去买 不用这么一窝蜂排队 这样排队在商场里面 一个相对局促的空间 很高风险 你知道吗 你达区政府 有一个人有没有费 分分钟会出事 对不对 这些方面为什么你不想 常常说自己防疫、控疫 你怎么防? 怎么控? 连口罩你都没办法 离开大谱 什么创科局 全部都浪费 除了那群特区政府的高级官员 无能之外 还有那群大妈 都是野蛮生亡的 到底这群人搞什么呢 原来在阿布泰国生活 百货的鑽石山分店那里 就有一群大妈 可能睡晚了 或者排队排得后 排到他们的时候 口罩就已经神早沽清了 于是这群人竟然就发烂 整群大妈就围住这间鑽石山分店 老实说 你买不到口罩 只好怪这个特区政府 确保不到每一位市民是有供应的 这个在行政上 是绝对做得到的事 也不是什么苛求 因为澳门特区政府都做到 你香港特区政府做不到 就是你有问题 这是事实 刚刚说没有骂错你的 而且你不应该怪这间黄店 怪怪你自己迟了起床 或者是迟了收到疯了 对不对 怎么会真的为人家的店铺 这间的黄店 自己在海外寻找货园 特意买一些口罩 买给香港的市民 你不应该去批评他 对不对 不应该包围他 而且人家还没有炒价地卖给你 用一个正常 相对合理的价格 而且每个人都承担得起的价格 从来他已经是有限扣了 当排到这群大妈的时候就没有货 那你也没得怨天尤人 当初你看到这间店铺 排到百多二百人 你也知道 那间店铺的存货量是有限 别人一早都告诉你 你还去排 你自己要承担着这个风险 就是浪费时间的风险 还有 排队期间你也有风险 除了时间的成本之外 还有你商场里面什么人都有 对不对 走过有人骑骑骑骑骑你又不知道 那些飞没周围飞你又不知道 排来干什么 老实说有些人的心态就是执书行头 惨过败家 不单只是排口罩 大家可以去超市看看 那些米的货架 或者装罐头的货架 或者装杯面的货架 竟然是数据清了 没错 大家都在预计 这个疫情的发展将会越来越严峻 只不过这些上仓式入货的人 到底他们是否想着未来的半年都不出街呢 如果不是 依然到时候就要上班 放工就要回家 到底他出街的时候会不会戴面罩 甚至乎 穿到像董太太装那样出街呢 如果不是一样是冒着一个很高的风险 对不对 首先我觉得这些东西 例如买米或罐头 买够就算了 不需要那么恐慌性买这些东西 因为很快就会上货了 过完年 现在准备一些人上班 那些物流上班 就会上货了 超市里头 其实现在武汉都有这些米 罐头的物资 所以真的很无谓 除了大妈排队以外 原来有护士都被这家黄店吸引 跑去排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指控 医院病房里口罩供应非常紧张 书务部就好像要配给市民 每间病房只有500个口罩 每次问书务部拿的时候 都会问得很仔细才分发口罩 于是乎他就跑去排队 而且他就发现近来 医院用的口罩规格 只是属于ASTM标准的第一级 而在坊间就可以买到第二级 过滤病毒的效果就会更强 到底这个情况是否熟实呢 医管局当然就要出来交代 是否将这个ASTM标准 由level 2降到level 1 这件事你自己出来解释一下 不要只得那些医护人员 经常去连登 或者去Facebook投诉你 对吧 根本是重复2003年的经验 那时还没有连登 没有Facebook 于是医护人员就打电话 上去商台风波里的茶杯投诉 特区政府17年以来都毫无进步 除了买口罩以外 原来今天何柏良医生提出了一个 挺有建设性的提议 他说现时有迫设性全面封关 要尽快堵截病毒的源头 防止疫情传入香港 他还建议香港特区政府 参考澳门的做法 就是派出警员去巡查酒店 强制隔离或者送走来自湖北的旅客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非常好 警察说自己徐步安良 忠诚勇毅 心系社会 现在是你报效香港的时刻 快把湖北客捉到隔离营那里 或者送去扯 人家澳门都在做 香港做了没有 这些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去做 这些全是做得到的 而且香港警察有33,000人 澳门的治安警有这么多人 去做事吧 为什么不做呢 这时候你归宿 今天早上还在抓那些年轻人 人家搞黎明行动 关你鬼事吗 那些算是什么行为 应做就不去做 现在快点去抓那些湖北客 去隔离或者是帝戒出境 这么多事不要做 或者就仿效一下湖北的石家庄政府 人家就设立了一个圆想的制度 谁去过武汉的 从武汉回来的 你把他的灰 如果一经熟杀的话 就有两千大元的奖赏 这些才是防疫的工作 刚才你达区政府都无能 又没有创意 又低科技 你还怎么用人手点 何柏良医生说你那些口罩 那些数量离了大谱 学一下别人这么多的地方 你这些人真不作为 我相信以香港的硬件和软件 都是做得到的 只不过是你林郑的政府不做而已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